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宁波化韵母第二部分 那么今天来讲的是鼻音韵母 那么宁波化它是不区分前后鼻音的 为求简短,所有鼻音韵母都使用N来结尾 那么鼻音韵母一般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有鼻音韵尾的 就发音结束后会有清楚的鼻音 那另一类是鼻化的原因 就没有鼻音韵尾 就只是在发原音的同时带上鼻音 那么首先这里就是对阿、鸭、哇这三个音的鼻化 它这个就是发音时候会带鼻音 那么在一部分人的口音里这一组鼻音已经消失了 就完全是退化成了这个阿、鸭、哇 那举个例子 就是阿的鼻化它是阿 就比如说巴、噠、把、骂、 SUBSCRIBE 就比如说巴、啪、巴、马、堂、喃、 SUBSCRIBE 那么鸭的鼻化它是干呀 这个类它这里字呢有读音呢 我来读一下就是 那么哇这个读音也可以笔画 它这个笔画就只有一个例子 横就是哇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个韵母 这三个韵母 它这个翻译位置 先举一下这个哦 就哦的话 它就是韵母跟哦 这个韵母 它跟韵母哦 这个是一样的 翻译时候带一点鼻音 就在哦前面加个u的借音 就变成了哦 或者是加一个i的借音 就变成员 那么老派的yong 它这个韵已经有一个字 这样 就是 那么新派变成了 那么一部分人的口音里面 这一组鼻音已经消失了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比如说 加了个借音之后的 它这个例子呢 有 那么它这个字母un呢 它代表翻译是 它这个和韵母u一样位置 但是发音时候带一点鼻音 它这个新派的声音的韵母呢 它是并入就u当中不带鼻化 也是就是 有时候也读作 它例字呢 我来读一下 这种 那么接下来呢 来讲一下这个 就是n和温这两个发音 这个读音类似于普通话 就是n温这些发音 那么例子呢 来读一下 比如说 那我加了一个 u的借音之后呢 有 这个in表示呢 和普通话的 in和in是比较类似的 那举下例子就是 丙 拼 拼 明 丁 听 听 零 零 精 清 情 心 情 嗯 因 硬 那么在韵母 这个en表示n 它前面加个iu 的借音 那就得到韵母的这个 呃 雍 雍 的发音 那有些人的口音里 也类似于普通话的雍 那么心态口音里 并入了韵母 雍 好的 那现在这里就讲到这了 那下次再见 最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